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股的报价单位统一为0.01元人民币 港股则价格越高 其最小报价单位越大 据个例子 股票X的股价介于10至20港币 最小股价变动单位是0.02港币 股票Y的股价介于20至100港币 最小股价变动单位则是0.05港币 另外 港股以手作为买卖单位 每手的股票数量由上市公司自行决定 不同上市公司每手的股票数量可能是不同的 例如一手可以是100、500、1000股等 另外 少于一手的股票数量称为税股 港股通投资者只可卖出税股而不可买入 明白了 至于港股买卖采用的订单类型 在香港市场的净价时段和持续交易时段 有多种订单类型 内地投资者参与港股通股票交易时 在净价时段会用净价限价盘 在持续交易时段则用增强限价盘 这两种订单类型都需要指定价格 对盘会以此或更优的价格完成买卖 更多港股通信息 请浏览香港交易所互联互通页面 或关注香港交易所港股通官方微信公众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